新移民主持人 盧森哥你看 人家皮膚好乾 一定是每天坐辦公室吹冷氣的關係 人家一个好好的女生 那你应该学学我啊 这样我就不怕了 因为现在科技日新月异 我们家已经换了新的空调哦 它是运用了高科技的奈米水离子技术 除了让居家的空气干净无菌之外 最重要的是空气的保水度很高 这是我们今天的毫无百科 冷气空调是居家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家电必需品 但在一个空间里面 要怎么做到美感设计 以及实用机能呢 就是一门学问哦 Alan 这是什么 这个电视有热气吗 阿德你误会了 这是我准备帮客户家里装的 这个隐藏式空调的一个接收器 隐藏式空调的接收器 对了说到隐藏式空调 像我们在居家设计里面啊 常常会顾到就是美感跟机能 必须要兼具 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一般的民众还是选择这种 壁挂式空调比较多哦 因为壁挂式空调看起来比较简单 可是我们现在都这种科技进步了哦 我们现在都会推荐客户用这种隐藏式的空调 一个是我觉得它可以看起来 不会有这种冷气机器的主机 看起来我觉得比较不好看 再来的话它可以隐藏在天花盘里面 对那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机器 越来越小 那现在科技真的是很厉害哦 可以把这么小的东西 隐藏在天花盘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兼顾到美观 以及质感这样 等于就是外观看起来 它是美感的设计 但是里面隐藏了强大的机能 没有错 可是Alan 像一般隐藏式的空调 比较为人诟病 就是说隐藏式的空调里面容易很难清洁 所以说它可能会卡一些像成蚌 或者是霉菌之类的 可能就是清洁上面或者在设计上面 我们必须要注意什么 这一点真的要谢谢现在新科技的发明 现在有一种新机种 那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自体清剂 那这个技术是从日本研发出来的 是利用日本最新Nanoe奈米水离子技术 Alan像我们有听过Nano和奈米 但是什么叫做Nanoe奈米水离子科技 Nanoe奈米水离子是一种超微小的OH氢氧离子 拥有超强的抑菌能力 不仅能够主动包覆细菌、病毒、黴菌 达到抑菌的功能 而且Nanoe的寿命很长 比起一般的负离子有更长效的抑菌能力 同时它的体积小 甚至连衣物的纤维都能够渗透 这些都是Nanoe独有的优异效果 所以空调一开它就会被释放到空气中 除了可以抑菌防霉、消除异味 也可以达到清净空气的效果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 不但可以消除异味 还可以有杀菌的功能 这完全解决了隐藏式空调清洁的问题 隐藏式空调隐藏在天花板内 所以一般人可能会没有注意到 一些风管的管线 其实一般人很难去自己清理 所以长时间下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霉菌 所以我们常常会闻到一些像有霉味 或者会引发这种不洗道的这种不适 Nanoe能够主动侦测并包围住霉菌的表面 有效降低管线内霉菌的长存率 隐藏型的空调搭配了Nanoe的异菌功能 让屋主不但能拥有美观的室内味道 也不用担心清洁的问题 除此之外 Nanoe还有其他你想象不到的意外功能 由于Nanoe的体积只有蒸汽微粒子的十亿分之一 你想想看 这么小的一个微粒可以轻易的穿透衣服纤维 综合并分解在衣物里面的臭味分子 我知道了Alan 像我们常常出去啊 外面比如说会沾了一些烟味啊 或者你去吃烧烤 常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像烧烤味啊 肉味或者是胶味之类的 回到家里的话 开像这样子Nanoe的空调的话 它等于就可以帮我们去除这些异味 对 我们身上有很多像抽烟的味道啦 或者像沾染在头发上 或者在衣服上 这个都可以藉由Nanoe的这样的功能 来达到清津的一个效果 Alan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 所谓的Nanoe奈米水离子这个科技啊 那它是不是也能够解决 像我们一般在睡觉的时候啊 容易感觉皮肤干燥啊 喉咙很干的这个问题 阿德您说的没有错 长时间使用空调的状态下 随着环境湿度下降 这时你的皮肤水分会渐渐流失 造成脱妆 皮肤干燥 甚至毛孔粗大等问题 尤其漂亮美眉的皮肤最怕就是干燥 干燥的肌肤容易产生皱纹的老化现象 不过如果在空气中有这个Nanoe奈米水离子 因为它的细小微粒可以填补皮肤中的水分 就可以维持皮肤的弹性健康 所以Nanoe这个功能呢 不但解决的就是隐藏式空调 就是内部霉菌滋生还有清洁不易的这个问题呢 而且它也同时达到了就是整个设计的美观 以及解决就是内部机体这个清洁的整个的功能 对不对 对没有错 过去的空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家电产品 经过高科技的再进化 藉由改变室内的温度及湿度 让我们感觉到放松以及沉淀 所以选择一台好的冷气 对于居家品质来说绝对有加分的作用 阿达 今天的节目你学到了什么 有啊 原来现在冷气不只是有储菌的功能之外 女生的皮肤也不用太干燥 精神太棒了 诶 卢翁哥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 就是你说你家有装那个冷气 那我可以去做你家吗 想都别想 在今天的两个风格当道单元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清敏华设计师 他擅长观察人的需求 结合了屋主包括顶客组跟SOHO组两种身份 将居家的环境跟工作室做一个完美的融合 另外 韩淑静设计师擅长融合不同的材质 让家在景源的风格当中 继续保有温馨跟天伦共冷的气氛 所以咯 不同的关系组合 就有不同的需求以及设计方式 你决定了你的需求了吗 下周请继续锁定设计家政团 看节目回答问题 周周抽好礼 9月好礼Tuber日式直立吸尘器 周周送给你喔 即日起至9月30号 要好好把握机会喔 详情请上设计家网站 本周题目如下 本集影片中下列合者叙述正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ло